莫获一个问题 九十多年前 弟子夫家故乡两村 因冤相杀 死人甚重 双方弃存逃离 这个因缘果报 累积我们下一代的子孙都很苦 真想求生极乐世界 化解一切恩怨 求老法子慈悲开始 你这个回头 这个意念非常之好 往生西方净土真有把握 决定被阿弥陀佛看中了 佛门叫我们持戒念佛 那么你最晓得 最低的戒律是十三叶道 十三叶道落实 没有一个不放生 凡胜统绝土 可是十三叶道 现在你为什么不能落实 基本的能力道德 没有 基本的能力道德 是弟子规跟感应品 所以你要想到佛法 在中国 刚刚传来的时候 小陈建律 很重视 大家都学习 唐朝中叶之后 我们不学小陈 为什么呢 因为如根道 比小陈还好 所以就用如根道 代替小陈 所以过去无论出家在家 学佛的 没有 不读四十五金 没有 不读老庄的 所以如道 真的成为 学佛的先修班了 现在学佛的 小陈也不学 如也不学 道也不学 光学大陈 所以学了一辈子 都没有想过 这个原因 你要懂 那么现在学 从哪里学起呢 我劝人说 从落实弟子规 弟子规不能落实的时候 其他都不要谈 那你要学佛呢 那是搞佛修 学一点佛教的知识 常识 对你的思想 对你的行为 不起作用 这是真的 也就是戒律你做不到 你不相信 五戒十善你能做到吗 这不就很明显 五戒十善做不到 你是搞佛学 你不是学佛 要懂 自己要清楚 佛 你不可以怪佛 是你自己认识不清 你搞错了 误会了 不是佛不灵 不是学佛 没效果 是你自己无知 你自己误会 这个要懂得 所以无论学世间法 学初世间法 都从弟子规学起 这一次 我们到我们这个小道场 有一些同学 到这个堂尺去看的时候 就有感受 但是这个感受 只是一阵子 我相信回来之后 十天半个月就没有了 这感受就没有了 要感受怎么保持呢 要常常去学 所以学五天 没用处 至少要到你去小三个月 然后你就有能力保持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 你能坚持不变 你感化别人 不会被别人通话 那恭喜你 你就成功了 那个时候你念佛 求生进度 保证往生 为什么呢 你有这个弟子规的基础 通通能做到 你就是弥陀经上所讲的 善男子善女 这个善什么 这善下平善 中平善是要加上 感应平 感应平了中平善 再加上诗善要上平善 真的 它是有等级的